新盟政府将在明天展开一连二十天的国会会议 是改朝换代后新届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首相敦马哈迪也在前一天亲口揭晓 下议院议长人选就是前上诉庭法官莫哈默阿里夫 然而这却引发争议 因为新盟竞选宣言第十六条恢复国会权威中缠名 下议院议长和上议院院长 将从诚实可信的议员当中任命 但是阿里夫却是非议员出身 现在就来听听新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林瑞元怎么看 西门决定让前上诉庭退出法官莫哈默阿里夫担任下议院议长 已经违反西门的进选宣言 因为西门承诺议长会从国会议员中检出 从议长人选课题 可以看出西门内部的角力 由于委任内阁部长是首相的特权 所以公正党及行动党推荐的一些人选 最终没有入阁 他们都无法提出抗议 但议长只是根据议系数目来推选 因此他们激励争取 可能是西门成年党无法达置协议才导致议长人选一变再变 之前是挑选公正党的窗期大年国会议员兼公正党国会党编拿着 周哈利出任议长 但周哈利也是击打俄伦期州议员 一旦他担任议长就必须持续州议席 这将影响击打州政权 而行动党是推荐林继祥 但总检察长及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已经由非买人担任 这可能是林继祥若显的原因 相信在僵持不下才选出陈信党的吉利委员会主席阿里夫 他是一个之中人选